冰城高渊梅南佛罗布隆垃圾土埋场大火狂烧了八天 窜出的浓烟影响空气质量 为了扑灭火势 萧整局出动直升机从高空洒水灌旧 希望能尽早扑灭火焰制止浓烟 来自雪州书邦和冰城的两架直升机 今早九点从佛罗布隆垃圾土埋场附近的河流取水 执行灭火任务的八名萧整员 根据炭热器确认的热点从高空洒水灭火 一架直升机每一趟能汲取一千六百公升的水 当局提醒民众不要在灭火行动期间 使用无人机或任何飞行物 以免干扰救援直升机执行任务 萧整员发现这个区域的地底下极度炎热 泥土的底层还在燃烧 因此才会不断地窜出浓烟 垃圾厂释放的浓烟严重污染空气 当地大约400名居民被令撤离到疏散中心 附近十所学校今天开始也关闭三天 以免恶劣的空气影响师生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